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講 平時怎樣去美容 護理一輛車 很多時人們 例如看銀色的車 一般洗完之後 好像很乾淨 亮亮 一層不厭 你會見到 但其實你會看 很多時洗車 我們就洗不到 有些污垢 積住在上面 那個情況就像我們人一般 平時要用毛巾 去拆背 因為有很多污垢物 其實會黏住在油漆的表面 所以一般來講 洗完車 如果你要做打喇叭 或者現在最流行的是導膜 其實必須要先做一個推泥膠 就是把面頭的污漆去掉 就是黏住在油漆上面的污垢物 其實大家可以聽聽 你會聽到 好像一張沙紙一樣 鞋滑滑的 所以這些情況 我們平時用 Microfiber的毛巾 或者陽毛手套 無論你用什麼的清潔液 都是洗不到的 這些只不過是可以洗面頭 黏住在上面的污垢物是去不到的 我們如果做打喇叭 拋乾 去花之前 其實必須要推一推泥膠 把面頭的污垢物清除 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現在 究竟有多污垢這輛車 看上去你不覺得 我們試試做這個平面 這裡我們不做 可以給大家做個比較 你看到其實是很骯髒的 可以看一看 這個泥膠其實是黑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那些 污垢物收在泥膠裏面 通常我們的泥膠 每一次就是撕一小塊出來 然後用完 污垢的泥膠就扔掉 不要再用了 否則這些污垢物 下次就會推到車身上 會刮回車 如果你在這個攝影機那裡看 看上去就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你看到 但其實大家可以聽聽 現在是絕手的 看 聽聽聽 沒有了 上面還沒有去 上面還沒有推 好像剛才那樣 好像一張沙子那樣 這裡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那些污垢物 已經去到泥膠裏面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DIY 幫自己的車子裝美麗的話 這一步就要留意 好了 我們下次再教大家 怎樣可以照顧自己的愛區 下次見